到了清醒啦 经历了三年的招牌 你看都变成山水化了 给大家看看我的冰淇淋窗口 可爱吧 hello mor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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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这支影片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说 我开了这间店三年里面 其中有一个部分想要给一些创业的朋友们的一些建议 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创业 可是对于创业里面有一些小细节 或者是有一些条条例例方面的东西 可能不是太过熟悉 那今天这支影片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人创业独资的公司 你是Sopro 你需不需要升级去Sendran Berhad 那清晴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是我自己一个人独资嘛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间店到底做的成不成功 这样子 所以我都没有揪其他人做 所以我当时的注册的这一个形式 当然也就是Sopro 就是一个人的独资公司 可是呢我发现呢 这个其实就是很多人在创业的时候 一开始会拥有的这个形态 但是当你的这个业务啊 发展到去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有必要升级去Sendran Berhad 或者是其他的形式 那基本上呢马来西亚呢注册公司的话 有几种的类型 就像表单这一边 比如说你是卫商啊 或者是你是小贩啊 或者是你一个人做的一些小型的事业啊 那你去注册的时候呢 都会是独资公司就是Sopro 那如果说你是有partner的话呢 就会有partnership 然后如果说你的人是比较多 然后涉及的金额也比较多的话 那就是会出册成为Sendran Berhad 其实有很多人呢 他的业务发展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 他就应该要upgrade toSendran Berhad 为什么以及到底升级到Sendran Berhad的好处是什么呢 那我就在这支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 其实呢我之前就已经拍好这支影片了 但是因为技术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这一段我是重开的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呢 衣服会有点点不一样 请大家多多尽量 好话不多说 我们就跳到下一个画面 也顺便带大家看看 起床盖子附近的一些环境 Enterprise升级到Sendran Berhad的好处 Enterprise呢你的个人经济信用 还有你的这个责任呢 是跟公司是划上等号的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公司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它是会让你bankruptcy的 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把它给独立出来 责任也好啦或者是你的credit也好呢 它都是一样的 对于老板本身来讲呢是会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生意真的稳赚不赔嘛 那如果你一赔的话你有了债务之后 这个债务是会跟着你个人而去的 再来呢就是所得税的部分 你的个人的收入跟你的公司的收入是绑在一起的嘛 所以呢当你的这个公司的营业额越高 你的盈利越高的时候 你要付的所得税就越高 最高可以去到30% 那所以你就会有一种你生意越好 其实你压力越大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注册成Sendran Berhad 它的这个税率呢大概是cap在16-17左右 所以呢这样子就可以帮你省下很多的这个所得税 要不然其实个人所得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耶 来走进来白天的职场接了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 是entreprise呢它是跟你个人的这个信用评级是绑在一起的 你的credit就会绑在一起 当你有一些情况想要贷款啊要借钱的时候呢 它是非常的困难的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Sendran Berhad的话呢 你要去申请一些贷款啊 或是要申请一些grant啊 或者一些政府资助资金的话呢 会比较容易申请得到 先不说你个人要不要买房子或是什么 而是你要扩大你的事业也是非常的困难的 所以才会建议说 如果你的生意做到一定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就要把它升起去Sendran Berhad 你如果有符合以下的这几个点的话呢 那我就强烈的建议你呢 要升起去Sendran Berhad了 首先就是你的annual profit 就是纯净利呢是有达到70千以上的 第二就是你的个人所得税呢 目前呢已经是达到了要给超过17%的朋友 那你也应该要升级成为Sendran Berhad 还有你的公司的雇员呢是有超过5个人的 这三个最简单的条件呢 其实都是已经建议你可以升级去Sendran Berhad 好那接下来这三个条件如果你符合的话 你更加更加应该要去注册成为Sendran Berhad 第一就是你的公司有融资的需求 比如说你想要筹募资金你想要找人家投资 或者是你想要上市OK Sendran Berhad是唯一的途径 第二点就是如果你的商业伙伴 有超过20位的话也是需要的 还有另外呢其实就是当你的公司呢 是成为Sendran Berhad的话呢 申请一些标案也好啊 或者是要去申请一些贷款也好呢 有关的单位去判断你的公司 有没有资格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评级的分数是会比较高的 会让这些单位觉得你是更加值得信任的 所以如果你的生意呢 有刚刚我提到的这六个情况的话呢 那你可以研究一下下是不是是时候要转型 你知道吗根据马来西亚SSM的数据 每一个月注册成为Sendran Berhad的公司只有4000间 但是注册成为Enterprise的公司呢 却有3万间 好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之后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基本的可以判断得出 你是不是有需要把你的Enterprise升级成为Sendran Berhad了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 那你可以去到我的描述栏那一边 有MISU这间公司呢 帮大家企业转型成为公司 也就是Enterprise转型成为Sendran Berhad的一个指南 是中文的 非常容易看得懂 那你就可以从中呢去了解更多 去判断自己是不是有必要去申请 那如果你有这个申请需求的话呢 也可以找他们 像轻轻的就是从Enterprise转去Sendran Berhad 还有银光笔一开始开的时候 就是Sendran Berhad了 我都是找他们的 过程非常非常的方便 像是有很多的文件呢 都是可以透过在线上呢 有很多的远段交给我们 基本上你都不太需要去到他们的现场 而且他们非常的熟悉 所有的这些 注册Sendran Berhad的一些过程 所以不需要你自己去追他们 会来追你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可以找他们 我个人是非常的强烈的建议啦 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流程呢 简化的非常的简化 也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方便 而且我觉得他的收费 是非常非常的合理的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下 那我相信如果你跟他们讲说 你是看到这一支影片呢 去找他们的话呢 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特别的包装 问是不用钱的 所以可以try try看 好那希望今天这支影片呢 对大家有帮助 那接下来呢 我也是会再继续的拍摄影片啦 可能会有旅游的一部分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是关于创业啊 心得啊 轻轻的升级啊 装修啊 我会把我的心情呢 或者是我所知道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对这些题材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这些平台呢 去follow我 或者是subscribe我的YouTube频道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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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